其實我做演員完全都是沒有計劃的 我想如果我不是做演員的話 我應該是一個圖書管理員 我爸爸一直都很想我做一個圖書管理員 因為他覺得很安全 又很穩定的工作 又不用出去曬淋雨 又可以看很多書 我覺得我爸爸真的不太了解我 因為我的性格其實是一個很喜歡探險 和一個很大膽的人 我其實自己每一次做一個很重大的決定的時候 其實我反而是不想跟身邊的朋友說 或者是父母 通常我是會自己靜一靜 自己問自己其實最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就想一想就做了一個決定 通常自己這樣做的決定 我自己會更加去負責任 會更加努力去為了這個決定 去一路走下去 一路走下去 我覺得都是自己幾開心 做了這些決定 我媽媽就在我小時候發現了有腫瘤 媽媽的媽媽 我的婆婆 她有血癌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女性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有個機會去說 去宣傳女性健康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很自然開始幫忙宣傳 還有會更加關注我自己的健康 還有我身邊女性的健康 因為我的工作是一個演員 所以我覺得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工作 很多時候我分不開 特別現在做了媽媽 發覺時間真的不夠 所以要更加好的學習去利用時間 優雅是 首先是要來自於自己的一種自信 但更加重要的是 對著其他人的一種大方 做一個女人的定義就是 你可以做回自己最真實的自己 去做回自己的生活 經紀錄片 不是大型的事嗎 你應該會青少年